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山西太原王国村的村民们正忙着在勾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埋藏很久的秘密就要显露出来 就在土层下十几厘米的地方 村民的铁锹突然碰到了什么硬东西 连挖几下都挖不下去 好奇的村民产居浮土 一块白色石板露了出来 再向下吧 石板四周露出砌过的青砖 还有一些明显是人工雕草过的石头 得到消息 晋圆区文物局副局长李爱国第一个赶到了现场 赶到现场以后呢 老百姓有的还想往这个县杂 就好奇嘛 也想往大袍呀 往往那边弄 因为我们当地没这块石头 当地我们当然是杀岩石 但是它这块石头一看伐白 老百姓叫玉石 就是汉白玉这种石子 当时我们这自己的这种行为呢 我们首先保护了现场 最后呢 大致做了一个就是考古调查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上报了十深次 就是这样 大致做的过程 张庆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太原人 这座古城深厚的文化积淀 深深吸引着它 古代太原又称晋阳 史书上说 古晋阳城山谷云集珍宝会萃 各地物资在这里集散 城里还有湖山开办的店铺 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 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汇的前沿 又是草原丝绸之路上 连通东西方的重要枢纽之一 在多年的考古工作中 张庆杰对古晋阳的东西文化交流 产生了浓厚兴趣 可一直以来 有个问题却总是困扰着他 以往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没有明确的允许 因为以往的史料和资料都是有限的 文献的也把考古的也把都比较是零散的 就是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 或者成堆的这个证据 或者是令人幸福的特别 令人幸福的证据 这些没有 接到李爱国的电话 张庆杰有些兴奋 敏锐的职业嗅觉告诉他 汉白玉墓葬背后肯定有着不寻常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 张庆杰按照约定匆匆赶往发现木葬的地方 王国村 这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这次探索将会成为他考古生涯中 一段难忘的经历 感到王国村已经临近中午 雨渐渐停了 但村里的土路经雨水一泡 变得泥泞不堪 李爱国早已等在那里 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 向张庆杰介绍起墓葬的相关情况 李爱国告诉张庆杰 王国村是个五千人的大村子 由于北齐咸阳芒胡绿金 曾在这里修建成锅 后来年头已久 围绕着成锅形成村落 就以王国命名 而发现墓葬的地方 曾是一大片荒丘坟地 七十年代墓 人们在附近发掘出一座 北齐时期的贵族大墓 从墓之名来看 墓主人是为独霸一方的藩王 墓中不仅出土了大量陪葬器物 在墓道两侧的墙上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 如今发现的墓葬 距离当年发掘的北齐贵族壁画墓 几乎咫尺之要 悠悠华丽的汉白玉装饰 很可能也是一座等级很高的贵族墓 李爱国和张庆杰在心里暗暗地猜夺着 勘察中两人发现 由于王国村地处玄望山路 东林坟河受山洪冲刷 河水漫流影响 这里除去地表五十厘米的耕土 向下都是灰黑色的沙土 张庆杰看到墓葬周围的土层中 裸露出一些残碎的瓦片 李爱国用小铲将瓦片抛出 一点点剥去表面附着的泥土 瓦片上呈现出细绳状的纹路 两人仔细一看 这正是中国古代一种常见的建筑材料 神文砖 根据砖上的纹路特征张庆杰判断 这枚残破的小瓦片 很可能是那个藏令世界瞩目的花彩时代 隋唐盛世留下的印记 这就是说新发现的墓葬很可能属于那个梦幻一般的时代 判查数据显示 墓葬一半埋在土瓦下 一半在玉米地下 是由墓道 涌道 墓门和一个砖器的墓室组成 诗篇 当时学校会有一个石棺 一开始没有认为就是这么重要 去了现场一看 当时那个许果已经清了三分之一 和汉白玉顶着 一看这个顶木就很好 所以我就对这个墓的预期特别高 向南清理耕土时 一条东西向延伸 直径70厘米的水泥管 突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它已经把墓门破坏了 就离这个墓室了 就是离这个虚国了 就差50厘米 所以当时就有点担心 一个是担心有人进入墓室 既然墓室被发现 会不会有人进入墓室 是不是会是墓室当时的水泥品 被人掏空 所以当时有这么个担心 张庆杰和李爱国来到村民老王家中 想了解水泥管道的来历 从老王那里他们得知 几年前为了引坟河水灌溉 村里铺设银水管道 施工时发现了这座墓葬 还拆掉许多墓门砖 但当时人们并不重视 银水管道铺设完成后 墓就回填了 考虑到雨季可能会给发掘带来麻烦 考古队特意调来一顶大帐篷 把整个墓葬罩罩在帐篷里 所有工作都在帐篷下面进行 因为正在小鼠大鼠 这个最热的时候 那么帐篷一搭了 四边不透风 那里边是又梦又憋 所以静里边工作 一两分钟就红神汗出 而且就气 也不如在外边感觉同场 所以大家在里边工作 反正都是男的嘛 几乎大家都是刮着膀子 脖子里缠着一条毛巾 一边工作一边擦汗 清理石果顶部时 考古人员发现了几枚 嗅济斑斑的铜钱 有两枚保存较好的 铜钱上开源通宝四个字 还清晰可别 在清理石果顶部的时候 就在它的夹缝中 就发现就有开源通宝 开源通宝是糖钱 是唐代的钱 那么这个墓长是不是唐代的 锅顶清完以后了 就出现了果壁 果壁一看也是汉白衣的 汉白衣的我们挺兴奋 清清清清到哪儿了 我们先清的果壁的前面 发现这个石头上还有彩 而且是上头是硫金铁金 一开始出现的是一个小鸟 发绿的颜色 后面继续清了整个一个轮廓 整个是一个高饼 卷发 神木 这么一个形象的一个人 刚感觉特别兴趣 这不像中国人一看形象 就是一个外国人这么一个形象 十几天后 人们第一次看到石果全貌 这是一座仿木构的歇山顶建筑 果顶由汉白玉凿成 果壁由九块一米高的汉白玉石板围成 内壁会有彩绘 底座上早有笋槽 恰好与果壁下方的石笋卯接 底座四周垫有八只石石 石头冲外 石背上陀附果作 使整个石果浑然一体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 可以分为无垫顶 歇山顶 悬山顶 硬山顶 船尖顶和卷旁顶 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 十一重无垫顶的故宫太和殿 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 等级最高的古代建筑 考古人员知道 在古代建筑中 歇山顶的等级仅次于无垫顶 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使用 这无疑说明 牧主人身份绝非普通 很可能是隋唐时的 达官且贵 考古人员注意到 石果上雕刻着 不同寻常的图案 天空中的飞鸟 鸟井系着绸带 鹦鹉的嘴里 咸着葡萄藤蔓 牵马人的身后 一颗笔直挺拔的树木 结着蘑菇状的果实 在这幅图像下部 是奔驰的骏马 但马的后半身 便形成为鱼身 马尾幻化成一个大大的花尾 更奇特的是 马背侧方 长有翅膀 背上飘动着长长的彩带 这是指在神话中 才有的天马 石果上的人物 高鼻深木 发型奇特 很显然 他们不是书绣翩翩的中原人 这些信息 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 并不常见 那么牧主人会是什么身份呢 人们意识到 石果彩绘 对确认牧主人的身份 可能有重要意义 由于长时间氧化导致褪色 为保护彩绘 张庆杰咨询了国内文保方面的专家 可答案却难以让人满意 此前 业内普遍使用的化学药剂 虽然能保护彩绘不褪色 却会使彩色发生变化 最终 山西古建研究所 借鉴壁画的保护 配置出一种胶反水 才解决了彩绘的保护问题 张庆杰一直在思考 一座隋唐时期 工艺考究的汉白玉石果木 一定承载了 那个时代的万千气象 国壁雕刻中人物的奇异装束 似乎还昭示出 非同一般的文化气息 他感到这些图像背后 很可能隐藏着 那把打开心结的钥匙 在其中一幅雕刻上 有一座精雕系刻的 六角形台座 台上三个男子手臂相拌 位于左右两侧的 手中抓着葡萄汁 从三人的动作来看 仿佛是在以欢快的舞蹈 庆祝葡萄丰收 台座下方有两个男子 其中一个怀抱大酒坛 身体微轻 似乎已经略带醉意 这幅图的下方是一幅雄狮天马 护伯图 在很多古老宗教的教义中 马和狗被看作是人类的朋友和助手 代表着善 而狮子被看作是人类的天敌 代表着恶 善恶搏斗总是世间永恒的主题 国壁上还有很多人和狮子搏斗的场景 人们骑着骆驼和大象 手持利刃 盘弓拉剑 射向狮子 狮子张开血盘大口 向人和骆驼猛扑 场面异常震撼 张庆杰知道 这是非常典型的 古代波斯帝国时期的艺术造型 公元前五世纪 波斯帝国崛起于伊朗高原 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帝国曾从各地争调物资 兴建宫市 波斯艺术融合了埃及 巴比伦和希腊的艺术成就 构成了自己独有的雄伟风格 很多波斯艺术品 都是表现英雄和重大事件的纪念性画面 预含着中心人物的地位和权力 石果上的雕刻 明显是受到了这种风格的影响 但是一座埋葬在中国内陆的墓葬 为什么会烙上如此深刻的波斯印记呢 张庆杰注意到 在石果底座的图案中 有一个很像是圣火坛的造型 火坛之上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而在两侧 各有一个人面鸟身的祭司守卫着火坛 张庆杰知道这类图案通常都是宗教的象征 那么他们究竟跟哪种宗教有关呢 一个是我们查有了大量的资料 去到了它是就是在波斯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 波斯英币 币的背面就是一个火坛和两个祭司 那崇拜火了他们在公共的场所 就他们的公共祭司场所 甚至在他们的家里边都有圣火坛 所以圣火坛是他们认为给能带来光明 能带来这个就是能取足恶魔 它是非常神圣的永不可熄灭的 这些人宗教信仰就是圣火 所以他们一般的又成拜火教 显教源于古代伊朗 波斯名为索罗亚斯德教 是波斯帝国的国教 主要流行于中亚等地 曾是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 由于显教崇敬光明 对火极为崇拜 所以显教又叫火显教 拜火教 南北朝时期 信仰显教的苏特商人 通过丝绸之路 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 显教随着苏特人传入中国 主要集中在陕西 河南 山西等地 因为这个显教在传播到中亚的时候 被苏特人所接受 苏特人中 有相当多的人 在信奉显教 因为我们知道 在苏特人中间 还信奉 有的人在信奉佛教 但是信奉显教的人 很多很多 甚至有可能要 超过了 这个佛教 在某些国家 显教是他们的国 就是国教 苏特是西域古国之一 在今天中亚阿姆河 与西尔河之间 中国的汉唐时期 许多苏特人离开故乡 辗转从事贸易 那时在丝绸之路 和中原街市上 随处可见 苏特胡商的身影 很多外来文化 也随之进入中原 苏特这也是一个 小的城邦国家 苏特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刚才说了 就是善于经商 男的到了二十岁 就要派出去经商 必须有这么个经历 所以史书记载他们是 利之所在 无所不道 就是什么地方有利 他们就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是国壁上面积最大 人物最多的图像 画面上部雕汇着 茂盛的葡萄藤蔓 在画面正中 是一个行似亭台 垂有漫障的华丽床榻 床榻两侧各有两名苏特侍者 床榻之上端坐着男女主人 他们头戴波斯王冠和花冠 身前摆放着盛满食物的大盘 主人把酒言欢欣赏乐舞 整幅画面彰显着贵族阶层的奢华 这是否就是牧主人 生前的真实写照呢 考古人员发现 床榻前方 贵族们欣赏的男子读舞 与古书记载的胡腾舞 非常相似 据说胡腾舞 是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读舞 舞者借酒力在原坛上堂挪纵横 从出土文物看 北朝到隋唐 胡腾舞深得中原人喜爱 唐代诗人刘言史 在王中城宅夜观舞胡腾中写道 十国胡儿人见少 敦武尊前吉如鸟 知成藩帽须顶尖 细沾湖山双袖小 不难看出西域文化 已经根植于当时的上流社会 这就再次说明了 牧主人是位身份尊贵的贵族 张庆杰和李爱国知道 虽然石果已经重见天日 但对考古工作来说 这才只是开始 能否解开图像背后的秘密 或许还需要一段坚固的探索 上世纪幕 考古人员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小村庄 发掘出一座汉白玉石果木 精美的雕刻让人们惊叹不已 墓中的尸骨却白放散乱 墓汁上为何会有改刻的痕迹 敬请收看客居济阳城下集 姿光弹 2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